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抚摸 亲吻 握手 拥抱 不会传播病毒 一起吃饭 游泳 通用公共设施等不会有危险 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学习 工作 恋爱 结婚 生子 可是 不安全性行为 共用注射器 注射吸毒等等高危行为 会大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为了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咱们国家还出台了四免疫关怀等一系列政策 怀疑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定要早早地到疾控中心或者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接受免费咨询和初筛检测 也可以购买试剂自检 如果是阳性 必须到医疗卫生机构复检和确证 判定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 真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可以到指定医疗卫生机构或疾控中心 接受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 艾滋病病毒是个顽固的小怪兽 药物已经可以把它锁定 积极接受规范治疗 终身服药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的生活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妈妈 也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 有一项伟大的技术叫做母婴阻断 准妈妈只要在专门医疗卫生机构 接受药物预防治疗并住院分娩 再加上人工喂养 生出健康宝宝的概率能达到90%以上 母婴阻断和婴儿检测也是免费的 如果爸爸妈妈不幸因为艾滋病去世 政府为艾滋病孤儿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好了 请大家记住这节小课堂的重要知识点 不要欺视艾滋病 传播途径有三条 不要忽视艾滋病 高危行为风险大 及时检测早发现 规范治疗控制好 母婴传播可阻断 妈妈用药很重要 让我们一起行动 林艾滋一切为了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